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就在半个小时之后 路上台风警报就会发布了 而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北部东部 会首当其冲 会先进入这个路上警戒的范围 需要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发了路警代表是什么代表台风就在家门口了 很快风雨的感觉就会逼近了 提醒大家赶快做好防台工作 目前台风的中心距离台湾大概是600多公里了 步步逼近每个小时21公里的速度 往西北溪的方向前进 就是直扑着花冬而来了 所以这个台风是会登陆的 而登陆的地点到底是在花莲跟台东 两个几率都是有的 目前就要看看台风靠近的时候 到底它会选择花莲还是台东登陆 目前看起来当然花莲的几率会比较大一些些 现在看到的是海上警报的范围 包括了东部的海面南部的海面 提醒大家其实现在陆续都已经有长浪开始要出现了 海边的活动不要再前往了 那另外就是这个台风还在变强跟变大 上一报的这个近中心最大风速 每秒40公尺是13级风 等一下11点半最新的一报出来 不知道会不会再度的增强 因为从昨天到今天 其实台风一直在变强跟变大 7级风暴风半径已经有220公里了 那海会不会再扩大 甚至是有大过前一个强烈台风 莫兰蒂的大小呢 就像据说不能排除 而你看明天早上的8点钟 台风中心就在花冬的这个近海了 而也有一部分的暴风圈是在台湾的陆地上 所以这样的这个趋势推算的话 暴风圈碰触台湾陆地的时间 大概会落在明天的这个凌晨左右 而台风中心登陆的时间 就会是在明天的中午左右 这个时间点看起来提醒大家 这个花冬地区绝对是风雨交加的 那当然包括了北部地区 包括了南部地区 甚至是到明天开始中部地区 其实也都会进入这个路上警戒的范围 提醒大家 煤基台风很大 所以它对台湾的影响是全面性的 再来我们就要看看卫星云图 看看煤基的结构了 其实这个煤基台风真的 每一个小时它都在变化 而且它的结构越转越完整 越转越扎实 而且它真的很讨厌的是 它越转越大 很少可以看到这么大 这么胖的台风 就是因为它大 所以当然影响来讲 层面就会大了 你看 它如果它的漆气风暴风半径 是超过220公里 台湾也不过就360公里 当它从台湾比较偏中间的 这个花莲地方切进去的时候 整个暴风圈 就是全部都笼罩在台湾的上空了 所以这个风雨的感觉是 全台同时都会有的 这一次不会说有哪个地方 有哪个地方没有 其实不会 其实是全台都会有的 同时你也可以发现 其实它近中心的这一块的环流结构 也越来越扎实 代表它越转 越强了 它还有可能再增强一些些 不过要变成强台的几率是比较小的 大概会是一个比较强的中台 不过即便如此 还是要注意它的风跟雨 在雨的部分 绝对会带来非常可观的雨量 而且是全台都会有非常可观的雨量 在风的部分要提醒的是 当然就是首当其冲 台风中心登陆的地方 花莲或台东 在那个眼墙的地方 风势会非常的大之外 因为有气象专家说目前观察到 这个台风它北边的结构 似乎风力是比南边强的 尤其再加上它是逆时针的旋转 它的所谓的强风的半径进来之后 会在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 带来比较强的风势 所以全台都有雨 北部有可能有机会出现 比较强的风势 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 当然进一步的风雨预测 要等等一下11点半 路上台风警报发布之后 就会比较明显了 当然大家也可以看到 有一些外温环流已经进来了 陆陆续续 这雨势就要开始了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 整个台风时程的一个部分了 首先在今天的上半天 刚才其实已经告诉大家了 包括了宜来已经开始有雨了 桃园以北偶尔也在飘雨 就是一阵一阵的 下半天开始花冬 也会有风有雨了 而且就是越晚感受上来讲 那个风雨会越加的密集 现在可能有些地方就是说 还有太阳 通常台风来之前都是这样 太阳看着看着突然就变有风有雨了 一定要注意 到了晚上北部东部 越晚风雨就越大 南部的雨势也会逐渐开始了 所以今天的这个放学下班 需要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可能该采买的东西 赶快采买该准备的东西 就赶快回家避台风了 今天晚上不要在外面逗留了 接下来今天夜里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 我刚提到预估就是 暴风圈碰触的这个时间点了 花冬开始 哇 风雨的感觉 暴风圈碰触 代表风雨的感觉会非常的明显了 连中部也开始有风有雨了 中部的影响会比较晚一些些 但是大概也是今天夜里 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 明天白天 大概中午左右 台风登陆的时候 全台都会是在暴风圈 笼罩底下风雨交加的一个时间 大概明天一整天 好提醒大家 就是这个台风最严重的时候 一定要多加的留意 不过台风看起来 有机会在星期三的早上就脱离了 所以大概星期三这一天开始 可能北部的风雨会少下来 东部地区的风也会消下来 但是请注意 中南部的雨势 还有东部的雨 可能还会再持续下一阵子 所以提醒大家 务必多加的留意 等一下十一点半 就要发布路上台风警报了 任何最新的动态 等一下会为大家做插播